现在已经入秋了 很多花有的君子蓝已经开始恢复生长 但是呢有花有反映啊 自己的君子蓝竟然呢不长新叶 也就是说不从这个叶片中间呢 长出这个新的叶片出来 但是本身君子蓝呢 它没有烂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不长新叶的情况呢 其实出现这个情况就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你的君子蓝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它是会进入休眠状态是不生长的 那么休眠状态的君子蓝它不生长 等到入秋之后呢 如果说温度还比较高 或者是呢温度还没有降到一个适合它生长的阶段 那么君子蓝它恢复生长的速度呢 就会特别慢 也就会不长新叶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君子蓝能够更快的长新叶呢 一定要及时的把温度降下来 并且给它补充充足的养分来刺激它生长活力 让它更快恢复生长 补肥的话呢 其实方法有很多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可以在盆内呢 给它埋上一些芝麻饼肥 或者是埋上养分这种养分比较全面温和 不伤根的这种有机肥 那么除了盆土里面埋上一些有机肥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叶面喷湿 或者是根湿一些肥叶 那么这种肥叶的话呢 我一般常用的就是这个蓝科专用的有精养液 不仅是蓝花能用 君子蓝呢也照样试用 直接稀释500倍到1000倍 灌根或是喷叶都可以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担心根系还没有恢复 正常的吸收功能 就直接给它叶面喷湿 一个月喷两到三次就够了 后期呢再经过正常和你的养护 那么你的君子蓝呢 很快就能够长出新叶出来 好啦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